游轮要出发咯 打开门 从这边通过 这里有宝箱 还有大章鱼 游轮悄咪咪的驶过去 不要被章鱼发现 游轮被一道闸门挡住了路 打开闸门 游轮通过了 打开第二道闸门 前进 再打开第三道闸门 最后一道闸门也打开 游轮出来了 这有一只鲸鱼 鲸鱼脚的水面一直在波动 游轮悄悄地过去 钓塔把游轮吊过来 旅程结束了 这是一座升降桥 小鸭子过桥喽 再把桥升起来 这是抽水机 用来给滑梯供水的 小鸭子来了 开始抽水 让小鸭子滑下去 小鸭子滑下来了 再来玩钓鱼游戏咯 钓到了 是一只绿色的鳄鱼 继续钓 成功了 是一条粉色的鲤鱼 第三个会钓到什么呢 上钓了 是一只绿色的鸭子 继续钓咯 这次钓到了 是游轮模型 再钓一次 钓到了 是一只粉色的章鱼 这是汽车底座 有一 二 三 四 四个轮子 这是车头 安装到底座上 安装好了 这是车厢 也装上 好了 再装上翻抖 翻抖车安装完成 让小猪佩奇上车 佩奇出发咯 这里有货物要搬运 翻抖车过来啦 把货物装上车厢 掉头 运走咯 到站点啦 掉头 卸下货物 继续出发 接下来我们要组装垃圾车 这是车头 这是车头 装在底座上 装好了 这是车厢 这个窗户可以打开 装上去 另一节车厢 窗户同样可以打开 装好 垃圾车组装完成 佩奇来驾驶垃圾车 出发咯 哇 这有好多垃圾 佩奇来运垃圾啦 拿走垃圾 打开车厢 把垃圾放进去 关上车厢 佩奇要把垃圾运走咯 到达垃圾厂 掉头 把垃圾卸下来 好了 我们再来组装 轻杖车 这是车头 装在汽车底座上 还有车尾 这是轻杖用的吊钩 装好 轻杖车组装完成 佩奇上车 佩奇要驾驶轻杖车 出发咯 有一箱货物需要清理 轻杖车过来啦 掉头 用吊钩钩 勾住货物 把货物拖走吧 第一个格子 是什么呢 哦,是猪妈妈 猪妈妈要去医院 再来看第二个格子 哇,是可爱的小雪人 小雪人来和佩奇一起玩 拆开第三个格子 是一个滑雪板 让乔治来玩滑雪板 去滑雪咯 第四个格子是什么呢 是一把吉他 小马佩德罗来弹吉他 看看第五个格子 是一个雪橇 猪妈妈来做雪橇 出发咯 第六个格子 哇,是一个望远镜 乔治来玩望远镜 第七个格子 是我们的猪爸爸 猪爸爸也来到了医院 第八个格子是什么呢 是小熊娃娃 哇哦 给佩奇玩 第九个格子 第九个格子 是一棵圣诞树哦 给猪爸爸吧 第十个格子 也是一个雪橇 让猪爸爸来做雪橇 第九个格子 第十一个格子 是我们的小猪乔治 乔治出来玩咯 第十二个格子 是圣诞树 是圣诞礼物诶 送给佩奇吧 看看第十三个格子 是玩具火车 给佩奇玩 第十四个格子 是一艘轮船 是一艘轮船 第十五个格子 是一辆自行车 陶治来骑自行车 小心点哦 佩德罗过来啦 给他玩轮船吧 第十六个格子 里面是什么呢 是我们的小猪佩奇 第十七个格子 是喝茶用的东西 佩奇过来啦 喝点下午茶吧 再拆开 再拆开第十八个格子 是一只骨 乔治过来啦 让乔治打鼓吧 第十九个格子 也是一辆自行车 佩奇来骑自行车 出发咯 出发咯 第二十个格子啦 是一个玩具小屋 给佩奇玩吧 给佩奇玩吧 这是超级飞侠巧巧 开始变形吧 收起左臂 收起右臂 合并双腿 放下前轮 放下前轮 还有两个后轮 再把双腿收起来 瞧瞧 双腿变成了飞机 起飞咯 起飞咯 这是超级飞侠 诺诺 开始变形 收起左臂 还有右臂 放下前轮 和两个后轮 合并双腿 再把双腿弯折 收起来 变形完成 这是一节车厢 关上车厢门 接在佩诺的车头后边 出发咯 这是超级飞侠 小亮 小亮变形 收起左臂 收起右臂 合并双腿 放下前轮 打开后盖 放下两个后轮 把双腿收起来 小亮变成了一架运输机 出发 这是超级飞侠 咚咚 咚咚变形 收起左臂 还有右臂 合并双腿 打开后盖 弯折双腿收起来 咚咚变成了一架火车 这是火车的车厢 把它盖上 好了 接在火车头后边 出发咯 拆开第一个玩具盒子 拆开包装袋 这是小猪佩奇 让佩奇站在这里 我们要来给佩奇拼装王座 开始拼装了 装上座椅 这是座椅背 装上去 好了 还有一个装饰品 放这里 佩奇坐上试试 嗯 很合适 我们再给佩奇打扮一下 这是仙女翅膀 给佩奇穿上 穿好了 再戴上皇冠 皇冠戴好了 这是泰迪熊 给佩奇拿着 还有仙女翅膀 也拿好哦 噔噔噔 佩奇变成了仙女公主 拆开第二个玩具盒子 拆开包装袋 拆开包装袋 这是小兔瑞贝卡 让瑞贝卡 站在这里 来给瑞贝卡 拼装积木 摆好桌子 蛋糕放上来 还有椅子 放这里 瑞贝卡 坐上来 再让瑞贝卡 再让瑞贝卡下来 给瑞贝卡套上胡萝卜玩偶服 后面也要套好 带上叶子 哇哦 变成了胡萝卜 瑞贝卡 好可爱啊 拆开第三个玩具盒子 撕开包装袋 这是小猪佩奇的弟弟 小猪乔治 乔治来拼装积木了 乔治要拼装的是这个积木 放上底座 一棵树木 拼好了 来给乔治套上恐龙服 看好了 乔治变成了恐龙乔治 这是乔治的恐龙玩偶 拆开第四个玩具盒子 撕开包装袋 这是佩奇的好朋友 小羊苏西 苏西也来拼装积木了 要拼装的是这个积木 放好底座 装上柜子 还有另一个柜子 给小羊苏西 拿上医药箱 戴好听诊器 戴上护士帽 这是护士小羊苏西 小朋友们 这期视频你们喜欢吗 我们下期再见咯 拜拜 这是小猪佩奇 这是小兔瑞贝卡 Pepa and her friends are playing in their clubhouse 拿走玩具屋 佩奇来玩具屋里玩咯 Pepa and her friends are playing in their clubhouse 佩奇的右边是厨房 左边是餐厅 放一个灶台 佩奇可以煮饭 煮好了 摆好餐桌 椅子 佩奇来吃饭啦 在椅子上坐好 吃面包 胡萝卜 佩奇吃饱啦 去玩咯 翻过一面 左边是佩奇的玩具房 右边是乔治的玩具房 摆上玩具桌 佩奇来玩玩具咯 乔治也过来啦 给乔治穿上恐龙人偶服 穿好啦 变成了恐龙乔治 变成了恐龙乔治 小兔瑞贝卡过来玩啦 这个是储物箱 可以放食物 也可以放玩具 给瑞贝卡 给瑞贝卡穿上 萝卜人偶服 还有叶子 放口顶 变成了胡萝卜 瑞贝卡 哦 外边还有好玩的 可是佩奇在二楼 好高啊 给佩奇装上滑梯 让佩奇滑下来吧 哇 真好玩 乔治也想玩 还有瑞贝卡 一起去玩吧 乔治上来了 好高啊 开始滑喽 乔治滑下来了 瑞贝卡也来玩滑梯喽 准备好了吗 一 二 三 哇 瑞贝卡也下来了 佩奇要来荡秋千 真好玩 真好玩 瑞贝卡和乔治也想荡秋千 但要先脱掉玩偶服 瑞贝卡脱好了 给乔治也脱掉 喝完啦 让瑞贝卡先来吧 哎呀 瑞贝卡不小心摔倒了 没关系 再来一次 好啦 该下来咯 轮到乔治玩啦 乔治快坐上去吧 乔治玩得很开心哦 这有两只小熊 粉色和棕色的 打开门 让棕色小熊也进去 关门 开始跳舞咯 跳舞咯 快来咯 让小熊再起床 跳舞咯 跳舞咯 棕色小熊出来 粉色小熊也出来 拉好门 摆一张椅子 让棕色小熊坐上椅子 再摆上书桌 棕色小熊要学习咯 这是一辆三轮玩具车 放这里 粉色小熊来玩 掉头 出发 棕色小熊学习完了 过来量身高吧 量好了 粉色小熊也来量 好了 继续骑车 棕色小熊和粉色小熊 来玩翘翘板咯 真好玩 粉色小熊来玩铃铛 棕色小熊 棕色小熊来坐小飞机 下来咯 这个是拖拉机的车头 这是一节车厢 可以用来装货物 接上去 吊转车头 出发咯 这是一辆搅拌车 这里可以搅拌混凝土 然后倒出来 搅拌车 出发 这是一辆 翻斗车 后面的车厢 可以这样卸货 翻斗车 准备出发 这是一辆多用途工程车 前面是一个铁铲 后面有一个挖斗 工程车出发咯 袁龙 是 动工程车